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网上也会刷到一些大家吃花甲多拍 然后说小的是桑九 然后大的是桑幼 露露自己有吃过花甲吗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没有 诶 罗老师进来了 嗨 哈喽 哈喽 罗老师能听到吗 罗老师 能听到能听到 好嘞好嘞 那么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都到齐了 那我们的与里聊聊就可以开始了 那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与里聊聊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长阅记名的两位主演 罗云西和白露 那么先请两位嘉宾跟我们新浪微博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新浪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罗云西 哈喽 新浪微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白露 好 然后让我们大家来热烈欢迎一下两位 然后大家呢有什么想跟两位主创们一起探讨的问题呢 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上 然后现在呢其实长阅记名就正在热播嘛 然后正好已经播到了中段 不知道罗老师跟露露有没有在实时追剧 有没有看到大家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梗 因为刚才跟露露聊过了 要不现在罗老师来讲一讲 哦 你们都聊过了 对 刚才且聊了一下 哦 我有在追啊 有在追 我也追平了 然后对 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梗 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梗 就是那个谭台镜的那个学无止境嘛 感觉他一直在学习 然后前期就是质子的时候 就默默地学向萧领的为人处事嘛 然后呢 然后到了霍尔弗山 他也以这个名业的神明的视角 去感受了这个神明守护苍生的大野 感受到了他和桑九的这种爱奔情仇 对吧 然后再到后期锦王 他又跟大臣学习如何治国 然后跟念外语学习岳族的文字 等等等等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确实是时时刻刻都在学习 和萧领有一个梗 就是那天我看到一张图 你们俩就是打架的那一场戏 然后就在那里说谭台镜赢了 因为谭台镜出的是石头 萧领是这样的 然后那张截图我真的 我点开以后我就是看小图的时候 根本没有发现说为什么谭台镜赢了 我点开以后我真的笑了 那个好可爱 对 然后刚才跟露露有说 就是关于吃花甲的这个事情 罗老师最近有吃花甲吗 我没吃啊 我现在在恒店 然后还没来得及吃 然后呢就 但是我也是看到了很多 就是关于蹦步那边的 有很多游客去蹦步旅游 然后有吃一些花甲什么的 包括我还看到很多网友 晒出吃花甲的这个照片 我觉得这个梗也挺好 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在晒照片的时候 都感觉好像在吃那个小桑酒 感觉会有一点心疼的样子 露露现在看到这个花甲 会不会有一种别样的情愫 所以我最近没吃嘛 有点不忍心吃了 那两位就有没有看到 对方的梗比较印象深刻的 像露露刚才说了 看到罗老师的那个剪刀石头布 那个梗 罗老师有没有看到 就是关于露露的 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梗 就还是蹦步的那个雕像嘛 就是后面有一个大贝壳 然后有一个仙女 捧着一颗那个珠子 对吧 然后就是那个景点 我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然后就是感觉有很多人 会慕名前去打卡之类的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就是让剧中的一个比较具象的东西 然后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去打卡的一个这种冲动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带动了一些当地的旅游之类的 我觉得都蛮好的 对也要谢谢大家对波罗浮生这一个篇幅的喜欢 是的 然后也欢迎大家多多去 动物来打卡我们长夜静明 然后呢就是像最近这个乌鸦也特别火 就是谭台静的乌鸦 静门 对静门的这个使者 因为就是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 比如说拍只小乌鸦 拍只小乌鸦 然后呢 就在说谭台静 这是不是你派来见识我的 就那种 挺有意思 对因为那个之前 大家有说那个乌鸦特别的累 就一直在给这个夜行物送信 是 夜行物在帮他健身可能 然后会不会就是 大家现在就是感觉看谭台静 都希望拥有 就是谭台静能跟小动物对话的这个能力 我记得之前好像罗老师有说过 就是觉得这个跟小动物对话能力还挺有意思的 对啊 因为你看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宠物嘛 然后就如果真的能跟宠物对话的话 我觉得很多比如说自己家里有养宠物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会更有趣一些 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有那种很多很聪明的小宠物啊 他们不是有那种按钮吗 比如说一个是那种 哈喽你还好吗 就他就这么按一按 今天我吃了小鸡腿啊就这么一按 对吧 如果真的能对话的话 其实就是这种东西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嗯 是的 尤其对于就是很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 对 然后呢 大家就是现在其实就是也在追剧 刚才在直播之前跟大家聊 就觉得最近的这个情节有点虐 就大家会觉得 哎 刚刚填一会儿马上就到虐了 就两位其实现在有在追剧 那么对于这个月进情疏 还没填半集又开虐的这个节奏 两位是怎么看待他们俩的这个坎坷的感情路的 你我们是提前就已经知道了 对吧 我们提前就说过这个这个刀糖交织 然后就是那种 嗯 一会儿给你一颗糖 一会儿又刀你一下 所以我们是已经知道了 但其实我们也是之前没有看过正片 所以这次追下来我觉得确实是 像在坐过山车一样 嗯 两位有没有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这个情绪急转直下的这个片子 因为他俩有很多误会 对 其实喜欢他本身就是一件 喜欢这种情感 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再加上他们俩中间 其实我们从开播的时候 就在跟大家讲说 他们俩之间的宿命 嗯 所以他们俩就注定是那种 刀中带糖 唐中带刀的那种 对因为其实你想想看 黎苏苏苏他确实就是带着任务回到500年前 所以他对谭台靖的这种状态 嗯 就注定了他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女孩子 喜欢一个男孩子的那种感情 因为他始终有任务在身的 对 然后呢 但是呢 因为谭台靖觉得 耶稀物 特别是他经过了波罗浮生 感受到了桑九和明夜之间的这种爱和情仇之后 他的情思不断的萌发 然后他真的会觉得 耶稀物就是他生命当中的那一束光 所以他觉得耶稀物是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能够爱世人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想去爱他 他也想去学着耶稀物一样去爱这个世界 所以他开始让自己变成一个明君 试着去做一个明君 对吧 试着去爱这个世界 但是你看 没有办法像圣王那一系列的操作 对吧 然后让他没有办法去 再让他一个这个身怀魔骨的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魔拍的身份 然后去完全把自己的这种身份给压制住了 所以导致了他和耶稀物当中 他和耶稀物之间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误会 所以其实就是 诶好像感觉这两个人马上就要好了 但是一把刀卡给你看下来 嗯 尤其像最近断纲的这个节点 大家也觉得特别揪心 就是喝粥的那个地方 下周好像会更虐吧 真的吗 下周确实更虐 因为没办法 因为大家明天不是要更新了吗 明天更新的那集 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其实谭台静也 也不是说就完全相信 哦 耶稀物是不是要读自己 所以他用了一些方法 然后去让耶稀物说实话 但是没办法啊 耶稀物用了蒙害药啊 对吧 嗯 两位觉得就是 明夜跟桑九更虐一点 还是说 黎素素跟谭台静会更虐一点 嗯 嗯 不太一样了 嗯 不同的虐点 因为明夜跟桑九是确确实实的 两个人都消散了 对 然后最终这段感情 还是没有能够延续下去 可能他们化成了星辰 化成了大海 化成了山川 化成了湖泊 嗯 他们的故事被 嗯 记录下来了 但是呢 这两个人确确实实实是 没有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 还是比较容易 嗯 嗯 那两位就其实在这部剧里面 都是各自 各自 试演了三个角色 然后听说其实这三个角色吧 还是穿插着演的 可能一天 有的时候要演三个角色 那么两位就是 最喜欢自己 饰演的这三个角色当中的 哪个角色呢 嗯 嗯 露露 啊 我先说 你先说 你先说 我先说 我觉得我自己 自己还是比较喜欢 很难选 因为其实怎么说呢 感觉都不太一样 嗯 嗯 我觉得我们 我们都是爱着自己 试演的每一个角色 都是深深爱着他们 对 因为 其实这三个角色 他们 看似了 他们的生命 比较有所遗憾 但其实我觉得 他们的生命 都是完整的 对 所以 嗯 有遗憾 但是 问心无愧 嗯 他们的生命 已经完整了 我觉得这是 最好的一点 拿谭台镜来说吧 其实我喜欢谭台镜的是什么 就是 他的一种成长 他从没有情思的一个状态 然后到遇见夜修 然后给他生命灯风 带去那一丝温暖 一丝爱意 嗯 一束光芒 然后他开始 嗯 学着去感受这个世界 感受爱他的人 和他所爱的人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成长 然后再到波罗福生 然后感受到了神明 去如何守护苍生的这种责任感 所以到他最后选择 嗯 我就不惧错了 然后他最后的选择 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救赎 以及 这种宿命感的呈现 我觉得都是 我非常喜欢的 那明夜就不用说了 明夜他作为 嗯 天界的战神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神魔大战 对吧 我觉得神魔大战 那一个小时 我们拍了二十多天 确实是非常好的呈现出来了这个效果 然后把这种神明如何和魔神进行抗争 如何守护苍生的这种 这种威严感 这种使命感 我觉得是描述的非常非常到位 所以作为明夜的话 我觉得 当了一把战神 然后在在威亚上掉了二十五天 也是真的是蛮不错的 嗯 那罗老师能不能跟我们浅浅的就是分享一下 你最喜欢苍九敏的哪些地方 然后让大家可能对未来的剧情期待一下 我为什么没说苍九敏 就是因为苍九敏的期待 还没播 哈哈哈 对 有没有小小的能跟我们透露一下 让大家期待一下后续的剧情 苍九敏的话 其实就是 先门的一个小弟子 他其实 被师父爱着 被他的师兄弟爱着 然后大家都在保护他 但是呢 他其实 也有自己的实力 对 因为 他到五百年后 他一定要找到 苍九敏 他一定要找到 就是 他心心念念的夜西物 因为他相信 因为他相信他看到 肖灵的同样一张脸的工业记物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所以他会怀有一丝的 希望他在想会不会 夜西物 也同样会出现在五百年后 所以他要去找夜西物 要去和他 把很多未完的一些宿命完成 但是当他找到了之后呢 他发现 哇 原来 我身上背负的东西是这么重的 我如何去打破这种宿命 我如何去 去真正的挽救苍生 变成了他的使命 然后他必须要做很多 他自己不想做的决定 我觉得苍九敏 其实 很复杂 很难的 也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个角色感觉 是的 是的 那露露就是觉得自己演的这三个角色里面 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或者就是说 你更喜欢这三个角色身上的哪些特质 我感情最深的肯定是黎苏苏了 因为我是已经开始的嘛 所以黎苏苏回了五百年前 然后夜西物体内 其实也是黎苏苏的本身在 然后大部分的时间80% 时间都在演黎苏苏 但是我最心疼的是桑九 就是觉得他的爱他太不自信了 嗯 然后导致于两个人 其实他们俩 其实真的是可以双向奔赴的 一对情侣 一对爱侣 可是最后却因为那样子的 一些外力的原因导致 两个人就是都各自消散了 就是还挺遗憾的 嗯 所以就是可能还不太忍心吃花甲粉最近 对对对 然后呢 对于就是对方的角色 两位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就是对方身上的 对方角色身上的哪些特质 我可能比较喜欢谭太静了 因为对我来讲谭太静有太多 你不是喜欢明夜吗 对上次我记得说喜欢明夜 明夜是就是 就是说你比较有意思就是有的演的那种角色 就是谭太静 就是这个因为你前后期的反差很大 比如说前期是质子时期 包括魔神时期的谭太静 包括最后上魔时期的谭太静 就他这个人物可能会相对于比较立体 比较丰富一些 最喜欢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明夜很帅 然后后来看神魔大战真的是 但是我还给老老师发了信 我说哇你太快到了吗 因为我比他好像我是准十几分钟吧 我就追了他比我延后那么半个小时追剧 我说你快看你快看 我说你赶紧看神魔大战 我的天哪拍太帅了 对 你当时拍这段的时候露露在片场去看吗 我没在 因为我不在那个十二绳里面 我们的棚不一样 所以就是在那个真正看到这个神魔大战的场面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震撼 我记得当时大家都纷纷的在微博上面讨论这一段 真的是非常用心做了 是不是感觉罗老师就是在那个里面也非常的帅 就是明爷的那个状态 我刚才说了我说好帅天哪 我是明爷好帅啊 诶罗老师刚才就是看到神魔大战那一段的时候 陆陆英有发微信跟你说 然后你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一段心里是什么感受 我真的是被帅到吗 被自己帅到了是吧 对然后然后我就立马发了一个朋友圈 你知道吗 我就让团队的小伙伴说 你赶紧把那个明爷的出场剪一个视频 然后我说我要发朋友圈 对然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 因为我觉得确实确实就是 亦夫当当官万夫莫开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出来了 罗老师还记得那个朋友圈配的文案是什么吗 我好像被自己帅到 不是我好像被明爷帅到 对 那罗老师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关于露露的一些片段 嗯 其实很多片段都都都都比较深刻 呃 因为因为我看了之后嘛 我作为一个观众 然后再去回看露露在整个长月经名当中的一个夜西物的演绎 我觉得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夜西物的 因为我觉得是夜西物打开了谭台镜生命当中的那一束光 嗯 所以我觉得谭台镜应该是对夜西物的感情是最浓厚的 嗯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露露从她和谭台镜相见的第一场 就是贵宾面的那一场 她的所有反应都是非常细致非常到位的 就是你想想看一个500年前涂露了自己整个先门的一个仇人 然后突然以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 然后呈现在你面前那种匪夷所思感 以及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再到再到再到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她不能一下子把谭台镜给杀死 她是要想办法把血骨抽出来 所以就是那种内心的既要保证她的存活 但是呢又不能让她继续作恶的那种那种 怎么说呢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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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织的感觉 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 然后正是因为这种这种宿命存在 所以他们两个人后来经历的这些故事 让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宿命感就更强 嗯 所以我觉得露露的演绎就是真的是非常到位 嗯 罗老师有没有看到露露就是表演的哪一段 然后给露露发微信说 哎我觉得你这段演的特别好的 其实我觉得她那段演的特别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昨天 哎不是昨天 就是破寒节那天 嗯 哦 破寒节那天 他们不是在桥下吗 嗯 在桥下 然后然后 痰台镜对叶希悟表白了 说其实别人喜不喜欢我我都不在乎 只要你肯喜欢我就好了 而且我也试着去做一个明君 对吧 然后叶希悟听见痰台镜的这些话 其实叶希悟当时的状态是非常纠结的 她 她在那一刹那是真正的 觉得她是不是真的可以留谭台镜一命 她是不是真的觉得她只要守护在谭台镜身边 谭台镜就不会变为魔神了 不用抽她血骨 然后露露 就那场戏的演绎 我记得她们两抱在一起了之后 露露就那种纠结的眼泪流下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你知道吗 就怪念白语 念白语 你要是 那我走 希望叶白语不要过来 嗯 其实这一段大家在看的时候也特别的揪心 就是其实大家也一直在想 所以就是正好今天也可以跟露露这个露露一起探讨一下 就是如果在这个地方 她们两个没有被叶白语打断 而两位觉得这个故事情节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比如说叶希悟跟谭台镜坦白了这个事实 谭台镜听到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就是后面的事情可以往前面提了 就是叶希悟可能会给她看 就告诉她事实 然后给她看过去就是500年后的一些画面 然后告诉她 我是什么 我真实的身份是什么 我来这儿是为了什么 跟谭台镜坦白一切 但是我觉得谭台镜可能 不可能一下子接受这个事实 以谭台镜的性格 可能但是还两天 但是还两天 谭台镜那个时候也已经对叶希悟付出了真心 也已经爱上了她 所以她一定是能够理解的 然后两个人就可以一起努力把这个事情办成 嗯 因为魔神的复苏是需要靠怨念 以及仇恨的这个积累 但是谭台镜既然已经开始学着 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明君 我觉得在她和叶希悟两个人 相辅相成的这个加持下 我觉得应该会走向一个非常好的happy ending 嗯 就是谭台镜其实她最终会理解叶希悟 对 是的 嗯 所以其实这一段感觉也是要告诉大家 就有什么话要坦诚 要讲对 对对 两个人对彼此之间要坦诚 然后有话就要说 是的 嗯 对 那就是两位在最近追剧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哪一段 就是特别易难平的一段剧情 易难平啊 对 就觉得哎 好可惜啊 嗯 无处不在 哈哈 处处都是遗憾 对 嗯 就是 嗯 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遗憾 才成就了最终的一个促命的一个结束吧 嗯 如果没有这些遗憾的话 其实这个故事它其实就不够丰满 如果一切都非常平平稳稳的这么一步一步的进行下去的话 其实它就没有这种戏剧的冲突 没有人物之间的这种冲突 没有角色之间的冲突 我觉得其实这部剧就会变得比较平淡 嗯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易难平 所以才成就了戏剧的张力 嗯 嗯 对 对易难平 因为这样子的这些冲突 这些易难平才可以激发出大家的讨论 对 遗憾的一数 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也许不一定都是当下最正确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可能不是最合适的 但是我们一定会为这个决定去买单 然后成就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故事 嗯 我觉得其实戏剧影视作品也是这样子的 角色它的每一个决定或许不是最正确的 但是他一定是当下他认为这是最合适的 然后这种决定才能引出接下来的一些剧情 嗯 嗯 老师说的特别好 那路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易难平的一些片段 在看剧的时候 我对易难平的肯定是到目前为止 播到目前为止肯定是桑九和明雅了 嗯 明雅的解决 包括我那天看就是后来夜西午醒过来之后 就是说明雅不要入谋不要入谋 他又以桑九的身份回去跟明雅的那一段 哇真的那个BGM一出来直接泪目了 嗯 那次我就原谅 原谅 对我天哪 我当时 其实说实话 就是当时因为我们拍的时候有点错乱 因为我要对着景王去演 然后夜西午又要对着景王去演 然后就是成片我们也是第一次看 嗯 然后那天就是真的这个冲击感太强了 一下子就是还 关键是他还是初见明雅的时候那个桑九的造型 嗯 对 就是两个人 其实也正是因为桑九和明雅的遗憾 让夜西午和谭台经进入这个波罗浮沉 其实也是想通过两个人的遗憾去告诉他们 就是不要去重蹈覆辙 对 去珍惜对方 去长嘴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副本都有特别多的遗憾 诶罗老师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像就像鲁鲁说的那样啊 桑九和明雅是我们一生的一难品 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就像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的 他们隐落了对吧 但是他们化为了山川河流 我就觉得他们的故事只要被后人所记得 有像谭台经 夜西午 黎苏苏 这样的人进入到他们的浮生当中 去感受了他们的故事 我觉得 其实 这就是一种延续 嗯 我觉得这也算是 嗯 一个 看似 没那么完美的完美结局吧 嗯 对 对于就是明雅的这个副本 其实大家也有特别多好奇的点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在这个 他的左眼亮了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轻视之欲 已经在夜西午的眼睛里面了 我觉得可能轻视之欲里面 会有桑九的一缕残魂 嗯 对 其实这个时候也是 其实从我们蓬蓬河浮生出来以后 相当于也是给他们一个 就是最终的就是告别和结局了 嗯 嗯 那一眼是替桑九看的 哦 所以是黎苏苏版的夜西午替桑九看的 这一眼 哈哈 可以看解释 好复杂 把三个角色串在一起了 嗯 那罗老师觉得呢 嗯 反正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就蛮 蛮感慨的 特别是 明雅的那个龙骨消散的那一刻 我觉得真的是 也许他们明雅和桑九 没能够最终有一个好结果 但是呢 真的 他选择谭台镜进入到他的扶生 就是为了让谭台镜去感受他和桑九的各种的爱恨 对 然后让他感受到守护苍生的大意 因为什么呢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明雅在击落上古魔神的时候 看见了上古魔神的这个脸 他发现和谭台镜的脸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当他看到谭台镜的时候 他发现 谭台镜其实就是上古魔神的魔胎 嗯 所以他也想要赌一把 他也想要赌一赌这个魔胎 进入到自己的浮生之后 会不会就放下 放下仇恨去感受到爱 然后其实到最后明雅 他就是赌成功了嘛 所以他 他的心愿满足了 他的龙骨也就消散了 其实所以就还蛮感慨 嗯 那两位觉得就是桑九 他最后到底有没有原谅明雅 我觉得他们两之间没有谁对不起谁 嗯 他们一直是双向奔赴的 就是因为一些外力的原因 一些外界的影响去造成了这种遗憾 其实他们两也是想要通过这个故事 这种遗憾去点醒叶西吾和谭台镜 嗯 不要不要再有遗憾 嗯 只可惜还是说道路 对对 这也就是这个故事比较有魅力的地方 我刚又想起来一个梗 嗯 就是说桑九的本来他的棒壳是有棱角的 后来我们进入金学的时候 他已经被盘光 就被那个明夜盘光 但是其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画面就是一条龙盘在那 然后手里很很很仔细很小心的 抱着一个棒壳的时候 那个画面好戳人 是 对 就觉得啊 就他真的就是一直守在那 守着自己这个棒壳 嗯 我我那天看这两集的时候 吃花甲粉都会不经意的摸一摸那个壳 你也给他盘一盘 对对对 过于入戏了有点 对 然后那我们就是再聊一聊 关于叶希物跟谭台静 他们两个就是到了景国之后的这个故事 就是其实呢 呃 这个灭魂钉是在一点一点的长 其实想问一下就是 叶希物对谭台静的这个感情 呃有没有从一开始的 就是说我只想长钉子 只想复仇 然后到开始有一点点的喜欢 就是露露觉得这个喜欢的点是从哪里开始的 我觉得他是爱而不自知 嗯 就是他一开始回去是为了就是演戏嘛 就是想想获得他的喜欢嘛 但在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 他自己逐渐来爱上谭 逐渐爱上谭台静 他自己不知道 因为他看到谭台静呃有有有就是比如说 受受警国子民拥护啊 看到了他想做一个明军 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决心 然后他其实第一颗钉子长出来的时候 他一定是兴奋的 他一定是开心的 因为这样他离他的那个终极任务 又近了一步 因为他现在不是一滴味 然后一场梦 还差一缕丝 就完成任务了嘛 但是在后来的过程中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眼前这个人了 他每天看着手上的钉子 那钉子那么锋利 他也会想这个钉子 钉入谭台静的心里 他会不会疼啊 要钉进去九颗 所以他这个纠结的过程 那一定是越来越纠结的 就是在内心把自己的爱 就对这个男人的爱 和自己的责任做纠结 但是我觉得 他一定是对自己这个使命 是没有动摇过的 因为只有去完成任务 拔出血骨 他才可以救苍生 他这个生命 他是从来没有动摇过的 只不过他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对他的爱 也是爱意 也是一步一步加深 所以才会有最后 那种戏剧的冲突和碰撞 嗯 罗老师怎么看 就是关于长钉子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有看到大家分析 说这个灭魂 您需要双向奔向 才会真正的长出来 对吧 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解 就是第一颗钉子是怎么出来的 就是叶希武得知 谭台靖把他的家人接到了景国 就是保全了他的家人 那个时候叶希武他是 确确实实是非常开心的 对 然后开心的 然后那个时候是开心的 感谢谭台靖保住了他的家人 也感谢谭台靖 没有就是说 往一个比较极端的坏的方向去发展 他觉得谭台靖好像 哎 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那个时候 他不由自主的亲了谭台靖一口 那个时候其实两个人都是有 非常真纯净的心动 所以那个时候萌生出了第一颗钉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最刀的 就是当两个人都心动的时候 才能长一个 你要钉在他心里边的钉子 嗯 那后面就是大婚的时候 叶希武知道就是要把这个钉子扎进去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有一个刹那想去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两个人已经非常的相爱了 那个时候其实又有误会啊 可能后面的剧情是吧 嗯 就是还还是我说的 他一定是有在内心纠结过的 但是他这个东西就像 就像我们玩一个游戏 这是他的主线任务和终极目标 嗯 他爱谭台靖 但是他更爱苍生爱世人 所以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撼动的一个事实 嗯 所以在丁丁子失败以后 最后他才会选择说 我两两边都要救 嗯 那牺牲我吧 嗯 感觉这就是之前露露说的 李苏苏正道的光 哈哈哈哈 是是 嗯对 然后就是有很多网友就是也在夸罗老师 就是里面的打戏和威亚戏特别的帅 说得益于罗老师的这个舞蹈功底 罗老师觉得就是在戏里面就最难那场打戏是哪一场 最难的一场打戏啊 嗯 那肯定就是什么大战 摩大战 摩大战 嗯 他毕竟拍了25天 然后25天你要保证每天 每天你的这个 我感觉这25天真的是天天都在威亚戏上吊着 哈哈 然后各种飞 我不知道大家对那个阶段的打戏有没有印象 就是初黄来了之后不是有时空门吗 嗯 这时空门嘛 弹台进行从这个门穿过去 然后从那个门穿出来 就是各种飞 各种飞 其实大家看到了就可能只有一两秒两三秒 但其实拍就是一整天 对因为会非常复杂 每一个档位它都不一样 嗯 然后就就就 其实真的还是蛮辛苦 嗯 所以其实神魔大战的武器算是最难的吧 嗯 但是那场真的很燃 对 很帅 有数个时空门打开的时候 嗯 还有的话 还有的话就是那一场 呃 萧领被迫来攻城门 弹台进去应战那一场 他说 他说我就是要在这什么申请萧领 那一场 那一场其实是 是弹台进双手拿武器 嗯 因为平时我只是右手拿武器 可是右手就比较灵活一些 但是左手拿武器的话 而且还要和右手进行一个配合 就会比较困难 那天也是费了不少功夫 然后才把那场打戏完成 嗯 那场打戏其实也 记忆蛮深刻的 那场打戏其实还有一个花絮 有一个片段 我录下来 就我戴着一个墨镜 你知道吗 哦 戴着一个墨镜 然后和邓维 和维维做了一个 有一个动作 就是我 我比在他这儿这样子过来 其实我是戴着墨镜 那个镜头我自己有私藏 但是现在 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 到时候看缘分吧 嗯 我期待这个缘分能让大家看到这一段的花絮 是的 嗯 那天还有一个花絮 嗯 那天你们在打架的时候 我就在隔壁 啊 是吗 我不是去看你了吗 啊 就是我们那是同一个场景 他们他们 他们在那打架 然后我正在隔壁 穿着那套橙色的戏服 在那里演谈太近 就已经播出来了 这个戏分 演谈太近 演戏舞 演白月 来人 把他带下去 我在那里 就是那一场 同一天 我在那演的时候 隔壁 来 来 一二三 很近很近 因为 嗯 那会不会有点惊分觉得 感觉是两个不同的场景 还好 那露露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自己哪一场打戏 因为感觉对比起这个名页 露露可能是法师的那种技能多一点 哦 有一场但是还没有播到 哦 是后期离苏苏的 对 是一场跟 嗯 跟地缅的一个 跟亲生父亲的一个 大家 就是再多的就不说了啊 大家往后看吧 对 大家一定往后去看 对 然后呢像现在 比如说像谭台镜各个时期的这个 角色的风格 其实大家也会觉得 反差是有一点大 比如说就是质子时期 谭台镜是有一点疯的 然后景王时期 谭台镜就是属于特别霸气 然后还有魔神时期跟苍九敏的时期 其实各个状态风格都其实不太一样 那么罗老师其实是如何去拿捏 就是各个不同状态的这个角色心理的呢 嗯 首先 其实 我记得我说过 我看长岳庆明这个本子的时候 我第一遍 其实没有想我要怎么样去演 我第一遍就是通读剧本 然后把自己作为观众 去感受这个故事 然后作为观众 你脑子里边有一个形象 这个坦台镜在不同时候的时候 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对 然后我会 我会以观众的视角去 把这个形象慢慢的具象化 具象化了之后 我在通过自己的一些饱满吧 比如说质子的时期 你说它是比较疯的 但其实前期它是比较隐忍的 对吧 它在很清兰安来接她之前 其实一直都是为了活着而隐忍下去 所以那个状态它一定是 而且它又不懂感情 它一定是比较木讷的 但是呢它又深入邪骨 所以它的眼神当中 时不时都又会透露出一丝邪恶 不是邪恶吧 狡邪吧 我觉得是 所以这种状态就是 需要自己去想象 去想象 去琢磨 然后到了金兰安 过来接她了之后 她离开了叶府 她离开了叶府之后 然后她也不需要再伪装了 因为她的生命 其实就没有危险了 对吧 所以她才会抓住叶席骨 跟她说 其实这一切都是我安排好的 这个时候她就已经有点 把她的这个邪骨状态释放出来 就魔胎的这种状态释放出来 对 然后呢 再到后期锦王 她确实是 当上王了 她就更加自信了 然后呢 包括她的情思也一点一点的蒙发 其实我觉得 谭太静的情思 第一次蒙她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叶席骨教她画苍生符的时候 嗯 对 那个时候她自己 叶席骨告诉她嘛 一定要心无杂念 心无恶念 才能画出苍生符 然后最后叶席骨倒在谭太静怀里的时候 其实那一刹那 谭太静真的就是心无杂念 心无恶念 所以她画出了宇宙的苍生符 然后这个宇宙的苍生符 也象征着其实谭太静渴望自由 对 见宇宙见万物 嗯 对 然后所以到锦王时期之后 她的情思更加的饱满 嗯 慢慢的像一棵树一样的长大的时候 她的情绪就更加的外放 对 嗯 再到你说明夜的时候 明夜其实就是非常 我用尾光症来形容 我不知道这准不准确啊 她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尾光症的一个这样子的形象嘛 嗯 然后呢又比较害羞 对于恋爱比较害羞 比较不擅长 所以才和桑九错过了那么多 但是面对守护苍生的时候 她也是义无反护的那种决心 然后那种大意 其实这种东西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要靠想象 想象完了之后 然后你要去主动的去诠释 然后诠释的准不准确 你还要通过一次一次的看回放 嗯 你要自己去看一些回放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多了一点 那个地方可能少了一点 然后再去调整自己的表演 但是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你要把每个时期不同的状态 完全的记录在自己的心里 让每一个你的表演 你的诠释都呈现出一种自然的状态 而不是一种刻意的状态 我觉得露露非常好的一点 也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发现和露露对系 就是每一场戏 我们俩都是非常自然的 就是完全没有看到一些 我们在表演的痕迹 或者说是我们在刻意去设计一些东西的痕迹 但是这些细节的东西 一些细节的眼神的流露啊 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俩当初是真的成为了彼此的角色 才会有这样子默契的配合 对 所以其实前期的准备不可少 你要去通读剧本 你要做好自己的笔迹 理解人物 然后呢 后期的不断的去细微的在镜头前面的调整 去找到更最为准确的一种 角色状态呈现在荧幕上的状态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就是要全身性的去信任自己的对手 信任自己的剧组 信任导演 信任你的对手戏演员 这样子的话才能 就是没有痕迹的把这个人物当下的一个状态展示出来 嗯 感觉这也是两位就是二搭的一个独有的一个默契 那么从就是露露的视角来看呢 就是觉得比如说像黎苏苏她跟谭台劲的这一系列的故事 大家可以看作是一个黎苏苏攻略谭台劲的这个攻略记录 那么露露觉得攻略谭台劲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真心嘛 嗯 真心换真心 就像刚才卢老师也说的 这个钉子就是比如说在里面是假意的开心 她可能变出来就缩回去了 这个东西一定是他们真的相爱真的彼此心动以后 她才会变出这个钉子 所以她其实后面主打的就是一个真诚 真诚 因为她自己也是真的是爱上这个人了 嗯 对 虽然她是在攻略谭台劲 但她其实也是被谭台劲攻略了 攻略与反被攻略 对被她拿捏了 嗯 那如果是白露自己来做攻略谭台劲这件事的话 你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方法吗 啊 我可能就是西区民业和桑九的教训嘛 一定要说 长嘴 对 沟通问题其实也是就是放到我们自己平时生活中也好 对 先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沟通自己内心的想法 不要憋着 嗯 不要猜 直接一点 嗯 对我记得之前露露也有讲过说 如果跟朋友吵架 然后你一般都会是先去和好的那一个 对 因为其实又多说两句并不会少块肉嘛 嗯 但是你也省去了中间冷战 然后彼此就是心情不好很低落这个过程 你干嘛不干脆直接解决了呢 嗯 所以我们总结下来就是两点 一是真心很重要 二是沟通很重要 对对对 对 学到了 然后呢对于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播出的这个景国颇寒节的内容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颇寒节是两个人心态转变的一个节点 就刚才两位其实有聊过 那两位觉得颇寒节这段对于两个人的情感道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嗯 我觉得更加的认清了吧 而且更加的坦然 嗯 就像 就是如果说命运已经安排成这样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苍生的话 那我就坦然的去接受 即便是以死亡作为代价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整个颇寒节就更加的认清了 像黎苏苏说 他说你到底是名业还是魔神 但是当他接下谭台经面具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 你谁都不是你就是谭台经 嗯 对吧 其实就是两个人更加的认清彼此 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我觉得 如果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开的话 真的就是一个happy ending 嗯 可惜遗憾的一说 嗯 我觉得呢 他其实就是在颇寒节上看到了 就近郭子明对谭台经的拥护 看到谭台经现在的所谓的成长 包括其实 他那个也是一种对未来的预示吧 我觉得 就是两个人被选上去作为神女和魔神的时候 可此时此刻的叶希武手上只是拿了一把木剑 但是 他举起来的时候 他还是发现 他连一把木剑他都不忍心 对这个人 就是 他就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爱上眼前这个人了 再加上后来在桥下 其实那是谭台经 表白 嗯 就对叶希武来说 他其实是一个很纠葛很冲击的一个点 所以后来叶希武才会想说 我能不能两边都救 就是我想就谭台经 我也要救苍生 对 嗯 那场戏其实大家就是印象很深刻的 也是这场戏拍的特别漂亮 然后包括 两位就是在逛街的这个路途当中 两位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在拍那场戏的时候的一些小故事 对 那个车其实特别不稳 我们俩在上面 做那个祭祀的舞蹈的时候 其实这脚都擦紧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那车在晃是吧 对 你没看到我们俩的手就是这样拉住的 因为只有这样拉住才能保证两个人 不然的话就倒不下去了 哦 其实给了一个 我们俩还要奔月 对 哦对 那个威亚掉的那个镜头 嗯 其实掉了蛮多次的 然后最后最后最后才真的比较完整的去把这个动作完成 嗯 那个跳的那个舞当时就是两位是有提前排练过是吗 就是学习过 嗯 然后 在平地上跳不难 但是就是在那个 车上跳 那个划车上跳 不叫划车吧 那个叫什么 祭祀的车 在那个车上跳就会比较难 因为那个车其实走 它它在往前移动的 它在往前移动 然后因为那个地也不平 就会就会这么抖 哦 嗯 就有一点坐地铁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 大家看我们俩很认真在跳 其实在很认真的保持平衡 哦 就是其实两个人就是在支撑着彼此 嗯 嗯 然后其实呢 很多网友就是也比较关心《长夜记民》后续的一些剧情 尤其这两天可能是断缸式 然后大家会 可能讨论的会更多 多一点 就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角色以及最后的结局的呢 嗯 就像我刚才我觉得我用了一个词就是完整 嗯 肯定会有冲突 肯定会有误会 因为没有这些误会的话就没有办法成就接下来的一些起程转合和一些铺垫 对 嗯 也正是因为这些误会 才说这就是这两个人 或者说这整不去的一个宿命和命运 嗯 嗯 我们必须要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些冲突的一些宿命的安排 嗯 但是最终呢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圆满 非常合适的结果 来回馈给大家 嗯 嗯 那露露觉得 我觉得我很喜欢苏苏的一点是她是一个很复杂的成长型的女主 就是一开始她 她一开始也不是神女 她作为黎苏苏穿越到五百年前的时候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仙门之女 她也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世事 也没有那么也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爱恨情仇 所以她是和叶熙悟和桑九一起在成长的 包括最后在以我先随换你换你鞋骨的时候 她并不知道自己可以回到五百年后 所以她就就是只有她一个人在这里做这个任务 她为了拯救整个唐僧 为了拯救谭台镜 她做出了这个选择 她要牺牲她一个人 包括后来回到五百年后 她开始修无情道 包括最后成神 其实谭台镜她也一样 她也是有一个成长线的 那我觉得我们的结局 就像老老师刚才说的是最合适的结局 就是最后我们的结局 也是想要把这个戏最大的利益告诉大家 就是救赎和大爱 就是康生大过一切 就没有什么比这个世界的和平更重要 这是我们的结局想要传达的一个东西 所以其实就是两位的角色最后的结局 应该也是两位其实最想看到的一个结局 就是人物他们都有了成长 然后也都为了我们的苍生和大爱做出的努力 好 然后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的剧情 然后最后再跟两位聊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其实呢在我们剧播出之后 两位应该有看到网友们 就是也在这个猎文虎客式追剧 就纷纷考古两位之前演过的影视剧 然后包括两位之前的一些历史 两位有没有看到网友的一些考古 嗯 我肯定有看到 两位觉得比较离谱的是那一个 印象比较深刻的 蛮多都挺离谱的 哈哈哈或者说一下彼此对对方 就觉得对方的最离谱的一个是什么 还好还好吧 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就是成长过程 嗯嗯 比如说考古我们之前的一些拍过的戏啊 嗯 现在看上去可能会有一些 嗯 或者说是有一些 嗯 就是 以前嘛 小时候拍的可能就是比较 嗯 古里头 搞怪一些 嗯 特别是我看到别人考古我那个积横 哈哈哈 对 就是 一部戏 那部戏 然后就会有很多搞怪的一些造型啊 然后一些可爱的台词啊 然后我觉得 其实确实是蛮有趣的吧 但是我觉得嗯 之前的作品对我来说都是我自己不可或缺的 宝贵的经历和经验 所以 嗯 是这些经历和经验让我成长 所以我觉得 大家 无所谓啦 你们考古就考古吧 只要大家开心就好 哈哈哈 嗯 因为确实你们考古到的东西也是 我们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嗯 啊 露露怎么看待 很多人考古蜜糖 嗯 对啊 嗯 就是发现吧 就是把我们就是讲的地名当中很多台词 就是可能蜜糖也说了一样的 就能对得上 嗯 还还还蛮蛮蛮蛮有意思的这个事情 嗯 对 那露露看到自己就是被考古的视频 尴尬 就是说 为什么说 将军不能哭 就是因为 在长月静明里面把眼泪哭干了 哈哈哈 哭的太多了 嗯 那露露就是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自己被考古的一些 我经常被考古啊 哦 哦 常态化的 对对对 大家开心就好 嗯 那两位就是看到自己过去的那 你两位会主动看自己过去比如说演的一些剧 或者说自己过去的一些片段吗 过去的一些 嗯 比如说过去的一些综艺啊 或者说影视剧或者采访的一些片段 抓到可能会看一看 嗯 我觉得当初播的时候应该会追吧 但是后期再去复看好像 也不太会 嗯 然后很多网友就是说露露每次演戏都是演一部甜的 然后再演一部虐的 非常端水 露露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嗯 也没有吧 就只能说是巧合 但其实它每一个故事每一部戏 它就算是一部甜剧 它肯定也是有虐的部分在的 就这这属于嗯 戏剧冲突点 对对对 所以其实也真的是没有刻意啊 嗯 嗯 对其实就是挑剧本的时候没有刻意去看说 哎这个是甜的还是这个是虐的 对对 最重要的是人物能不能吸引到你 嗯 故事主要还是故事 嗯 嗯 就最近大家看两位就是在剧里面 其实觉得非常的虐 未来会不会考虑再演一点甜甜的剧情 甜甜的角色 你说这这部戏后面播的部分还是说未来 没有就是未来会不会考虑再演一些就是相对来说甜一点的角色 因为这部剧给大家虐的非常的难过 那美那其实你要说这样 长乐其实也不是说就是都很虐 我们后面是有有甜甜的部分的 哦 包括到了五百年之后的黎苏苏 本本苏和苍九明也是有很多甜的部分在的 哦 只不过他们之间的宿命会让他们有很多的遗憾 嗯 有很多的艺难评 嗯 但是也不是 放心啊 不是一直在虐的 哈哈哈哈 就是后面可能会像两位之前骗我们说的那种 是个小甜剧是吧 我们也没有骗你们吧 不甜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样进攻的相机 那样 就这个心情是这样的大起大落 看的时候 嗯 对 然后呢最后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想让罗老师和陆陆一起来再次安利一下我们长夜静明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呃 说声再见 就是怎么安利呢 我相信其实有认真看剧的呃 观众朋友看过前面二十多期长夜静明 其实都有自己心里面的一个答案 我想说的是嗯 嗯 长夜静明 一定是我们所有剧组的主创人员 用心去呈现出来的一部作品 对 然后我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长夜静明这部作品 带给大家的一个诚意吧 对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长夜静明里面 非常漂亮的中国东华美学 然后感受到嗯 嗯 十二神大战魔神的这种 真正的守护苍生的意义 感受到主角们 他们对自己命运的抗争的这种不义 以及他们最后做出的决定 以及完成他们自己的使命 其实这整个都是一个轮回 我希望观众能够通过长夜静明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感受到这是一部怎么说呢 可以带给大家糖也可以带给大家刀的一部非常具有诚意的写下去 嗯 好的 嗯 其实现在播到二十多集 其实我们的呃 比如说特效啊 画面啊 腐化道啊 其实已经该给大家介绍的 大家都可以通过剧去看到了 那后面先门篇 它可能更多的就是呃 戏剧上那种宿命感 会有更多通过嗯 比如说大爱啊 或者这种就是在在该和不该之间的选择 会有更多这种纠葛和冲突 对后面的剧情也是非常好看的 对 然后就是看到最后的时候也是 也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戏 想要给大家传达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和那个观念就是大爱 对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观 好的 那今天特别感谢卢云西跟白鹿来到我们予以聊聊的直播间 跟大家一起聊了这么多关于我们长夜静明的故事 也希望大家未来呢继续追剧多多关注我们长夜静明 然后多多关注罗云西和白鹿的表演 那么我们今天的与你聊聊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谢谢罗老师跟鹿鹿拜拜 希望大家开心追剧哦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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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见